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美国半导体巨头英特尔连续亏损的情况,在第二季度画上了休止符。 近日,英特尔公布2023财年第二季度,财报显示总营收为129亿美元,同比下降15%,净利润达15亿美元,实现了扭亏为盈。 其中,作为承载英特尔在晶片行业发展野心的新板块,借助IFS业务实现IDM2.0战略的宏大运景,看似已欲行欲进。 在这一战略之隐下,英特尔三路并进,正稳步推进四年五个制程节点计划,致力于在2025年重新获得先进制程的领先地位。 同时,还从工艺、先进封装、小晶片、软体等方面加强布局,着力于提供系统级代工服务。 此外,还在放眼全球激进投资,除在美国扩产之外,最近还大手笔宣布将在波兰、以色列和德国分别投资46亿美元、250亿美元和330亿美元,建立制造基地和封测工厂。 不得不说,工艺节点仍是英特尔实现愿景的最大考验,尤其是其次认为相当于业界2nm节点的英特尔20i米,但推进的步伐,看似已步步为营。 一是,Intel 7已实现大规模量产。 二是,首个EUV节点,Intel 4已经基本完成,将随着英特尔西一代酷略处理器,Meteor Lake于2023年下半年推出,并开启产量提升之路。 三是,Intel 3 20i米和18i米正按计划推进中。 在今年3月的时候,Intel相关人士曾透露,Intel的代工服务IFS目前已经有43家潜在合作伙伴正测试晶片,其中至少7家来自全球Top10的晶片客户。 目前,Intel的i米级工艺节点Intel 20i米和Intel 18i米已成功流片,即已有相关设计定案,并规格、材料、效能目标等,均已基本达成。 Intel强调,Intel 3在第二季度完成了缺陷密度和效能方面的目标,正在稳步推进总体良率和效能目标。 Intel将于2024年上半年推出Sierra Forest,随后将推出Granite Rapids,两者都将采用Intel 3。 Intel 20i米作为首个同时采用Ribbon FET和PowerWire技术的制程节点。 Intel在第二季度宣布,率先在产品级测试晶片上,以实现PowerWire,将为Intel的产品以及代工业务提供巨大优势。 Intel 20i米将于2024年上半年量产。 对于Intel 18i米,Intel指出,正在推进内外部测试晶片,有望在2024年下半年实现生产准备就绪。 Intel之前还宣布与瑞典电信设备制造商爱立信合作,将利用其Intel 18i米制程为爱立信制造客制化5G SOC片上系统,为未来其5G基础设施打造高度差异化的领先产品。 需要关注的是,Intel还在量子晶片等下一代技术领域取得关键进展。 在第二季度,Intel发表了全系量子晶片TanoFalls,包含12格系自旋量子比特,量率高达95%,并实现了与CMOs逻辑制程接近的电压均匀性。 而且,Intel可在每块300毫米晶圆上实现超过2.4万个量子电。 尽管Intel席报不断,但据WCCF Tech报道,在2023年,预计只有苹果将推出全球首款3nm晶片,而高通将在今年底发表的骁龙8Gen3晶片中坚持使用台积电N4P工艺。 另外,据天风国际分析师顾名机的一份报告,高通公司还可能选择与三星合作,探索双供应选项,开发自己的3nm晶片。 分析师顾名机在博文中表示,由于晶片设计所需的巨额费用,高通面临着一定的挑战。 由于智慧型手机需求下滑,这家晶片制造商最近解雇了415名员工。 与3nm晶片开发相关的成本增加,也是近年骁龙8Gen3将坚持使用台积电4nm工艺的原因之一,而苹果占据了高阶晶圆出货量的90%。 分析师顾名机还爆料称,高通可能已经停止了基于Intel 20nm制程的晶片设计。 其实,早在2021年7月底的英特尔在工艺级封装技术大会上,英特尔首次公布了其i米级工艺,制成节点Intel 20nm和Intel 18nm。 同时,英特尔还宣布高通未来将会采用Intel 20nm工艺。 不过,顾名机最新发表的消息称,高通之所以停止开发基于Intel 20nm供应的晶片。 是由于欠缺像高通这样一线晶片设计业者合作,恐不利英特尔,Ribbon FET与PowerWire,这些用于Intel 20nm的新技术的学习曲线, 进而使得Intel 18nm研发与量产,将面临更高不确定性与风险。 顾名机指出,当先进制程进入7nm后,一线晶片设计业者的高阶订单对晶圆厂更重要。 相较一般订单,一线IC设计业者的设计能力、订单规格,特别是最高阶与订单规模,都可显著改善晶圆厂的先进制程制学习曲线。 而这些因素,也是台积电至今领先其他竞争对手的关键,同时也是高通停止开发Intel 20nm晶片对英特尔最大的负面影响。 顾名机称,IC设计公司在7nm后的开发成本显著提升,所以,同一制程很难同时与不同晶圆厂合作。 以高通3nm晶片开发而言,已已经与台积电和三星晶圆代工部门合作,加上裁员且手机市场仍在衰退,所以没有足够资源在针对Intel 20nm制程开发晶片。 即使高通过渡到台积电的N3E工艺三奈米第二代,并且据说生产成本较低,但坚持使用一家代工厂,意味着高通将需要向这家制造商支付一家。 顾名机称表示,三星的三奈米技术也将在未来的晶片开发中发挥作用。 据报道,高通过去曾为其未来的晶片探索台积电和三星的双重采购方案,以节省成本。 由于三星在三奈米GAA技术方面的进展,高通可能会再次考虑将其作为选择。 此前曾有报道称,高通正在审查样品,以查看是否值得切换到该节点。 高通以前在骁龙8 Plus Gen1和骁龙8 Gen2中转向台积电4奈米工艺,因为这一工艺在产量、效率和效能方面都有所改进,其效果不言而喻。 高通对于三星合作感到紧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,但由于可用于研发Intel 20奈米的资源较少,它可能别无选择。 当智慧型手机需求回升时,也许这些决定可以被改变。 总体来看,无论是老牌静旅台机电、三星,还是日本新秀Rapidus,都宣称将在2025年实现2奈米量产。 英特尔则更是豪言Intel 20奈米于2024年量产。 英特尔这次能拔得头筹吗? 看起来,英特尔代工运势还另系于2奈米的巅峰对决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、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